客人来之前就是会先准备好今天要用的工具 然后所有的工具都会做消毒 客人来之前先仔细一步步前置作业 自己经营工作室已经七年时间 平均收入不算低 还会固定跟公益团体合作 而身为新时代独立女性 对她来说赚钱同时如何留住钱更关键 就是你有记账之后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用钱的习惯 比如说我会分一个日常花费 然后其他就是比如说是会有那固定的户头 是我这里面的钱我都不动 那他就是放着 除此之外会有钱是放在股票定期定额 存钱是基本 在疫情最严重收入不稳时 不是耍费也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去报名课程增进不同技能 扩展收入来源 进一步用钱滚钱 我宁愿把钱拿在投资在自己身上 就是投资在个人 或是投资在你的内在的部分 都可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是 会更有价值的比起说穿戴名牌 明确设立目标 对物质诱惑断绝兴趣 生活也能过得巧 不过有这样观念的人 以现在社会来说实属难得 去哪里呢都计程车 或者是Uber代步 身上背个名牌包 守在哪一个高单价的饮品 整身航头呢看起来价值不菲 但其实荷包都已经快要见底了 像是这样收入不高 但是却追求着高质感高品质的生活 这样子的金志雄的状况 在近年来是已经越来越多 整理金志雄几大特点 包括了重度品牌迷思 高物欲心态只为了让别人 能对自己留下有质感的印象 并且觉得花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难事 使得叫外卖搭计程车成了日常 秉持人生无偿态度 以各种理由花钱 酷赏自己买快乐 也造就了无穷的消费欲望 同时更没有良好的储蓄习惯 变成了比月光族还要凄惨的落魄贵族 有没有穿Chanel跳装 你有没有司机在校门口接送你 如果没有 你带着非常高贵的名牌包去挤公车 或者是坐捷运 人家还以为你是假包 那在日常生活上 他从同侪的这些网路社群当中 也得到大量的消费讯息 所以导致他如果没有从重的去 表现出自己的生活风格 好像有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是整个社会跟文化的氛围 还有科技的发展 对这些年轻世代的一种 外在消费欲望的刺激 那更严重的是 现在年轻人买不起房 然后工作低薪 所以他其实已经失去一种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跟奋斗目标 所以只能活在当下 那当下就是我买不起房 但是我可以吃一餐好的 低收入高物欲 细看金志雄的后发族群 在于打工族以及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以心理学概念来说 称为稀缺心态 指出人们会因为少了什么 而越在意什么 实际上缺钱 所以在意财富 便惯性在日常中凸显自己富有的单品 想被人看见 若从劳工薪水支出统计调查来看 有达两成的人是月光族 有两种这个层级的概念 一种月底吃土族是 真的是蛮被迫于 因为他是离乡工作 然后又遇到这个通膨压力比较大 所以他想要尽力存钱的话 也根本存不了钱 那另外一种月底吃土族 其实他根本某种程度上 是对于未来 有一些这个放弃的一个这个状况 甚至可能就是有些人讲叫躺平族 但是如果某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也是在促进台湾的这个内需经济 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是对社会没有贡献 但是你可能不要忘了 职业毕竟是可能要到五六十岁的 那你如果退休金存不过的话 你可能变成这种老贫族 或者是下流老人话 可能搞不好晚年生活会过得比较惨一点 户头见底没关系 生活也要过得闪亮亮 在网络社群制霸时代 比起真实面 对外呈现出的美好背后 又是几分真几分假 即使新闻中的荣誉文越台北 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